北京时间3月6日,猛龙主场输给了西斯顿火箭。 本场比赛中,哈登拿下了35分1-202助攻的数据, 莱昂纳得26分2-201助攻的数据。 今天的比赛算得上跌宕起伏, 两边都打出过手于自己的高潮, 也都经历了手挡不胜的阶段。 不过最终火箭还是赢得了比赛的胜利, 而今天最值得课定的依旧是猛龙的替补。 这个曾经被誉为猛龙最强替补的球队, 却不断地在轮化上出现了问题, 而这也并不是最近第一次出现。 在上一次地震开脱轴的时候, 就出现过一次, 似乎猛龙的替补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强势。 而在今天的比赛中, 猛龙替补正负值最低的达到了30, 而火箭拉开比赛的时候, 恰好就是猛龙替补代场的时候, 不仅在防守上无法限制对手, 就连自身的进攻也是频繁地出现了问题。 要知道, 今天猛龙即使输了12分, 但手发的正负值都在实力上落入除外, 而火箭的情况下则是却好相反。 其实从猛龙的屁股来看, 所知有林书豪, 高位测语和猛龙的户况有小姜索乃, 猛龙的东方大闸有阿弥莫比, 突破核定点参丝有鲍鲍鲍鲍, 似乎从这点来看, 猛龙的替补算得胜势前面, 但是为何不断地出现问题, 林书豪来到猛龙之后, 大部分都是以替补身份登场, 而战术中也给予了林书豪足够的挡拆单打的机会, 而小姜索乃的挡拆胜量也是非常的不错, 但是林书豪却实时未能找到状态, 再加上帮子里特的伤劲, 似乎屁股的一切帮子都在林书豪身上, 不过目前距离最后算时间还有, 林书豪还有足够的时间去试用猛龙, 希望接下来的比赛能够尽快地试用球队, 调整状态, 还是那句话, 上帝交代不美, 依旧相信猛龙, 加油莱莱纳德, 加油林书豪, 加油猛龙, PF, 如果你有喜欢小卡, 记得关注, 和更多的卡密一起互动,